学佛与事业 有一天一位旧同学来探我 我们离开校门之后就不曾见过面 计起上来都有十几年了 大家都在社会上闯荡了一些日子 无论在商场上战场上 大家都有几番见识 聊起上来多少都有点感慨 他见我手上数着念珠 口念着佛号 下意识地觉得我是认输了 在人生战场上做了逃兵 觉得我意志消沉了 不然的话 怎么会正值壮年 会整个老太婆去学佛呢 他问我什么时候信了佛 我说信佛是幼年就已经开始了 不过正式去看看经论 却是七八年前才开始的事 他看看我书架上放的全部都是佛学典籍 然后大大为我认识 他直率地批评我 没有在事业上努力 偏偏在佛学这些事情上下功夫 觉得我将时间白白浪费了 未免太可惜了 在他认为 以我的聪明才智 如果将这七八年的时间 用在事业上 必定会有很大的成就 既然我脱下了军服 又做了公务员 如果用这些时间去准备高考 起码都可以金榜提名 如果再研读一下英文 就更加是飞煌腾达的捷径 前途事业 实在不可限量 相信在政治舞台上 更会有一番作为 何必好像现在这么消极呢 这样说 我知道他所说的事业前途 不过是升官发财而矣 世俗之见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了 古今一调 万人同弹 难怪所谓有志之事 都醉心于名利之乡 不惜碰到焦头烂颜 硬要向这条窄路逼上去 真正的明眼人看来 是很可怜又可笑的 若果真是有志于 创一番事业 海阔天空 哪里不可以施展抱负呢 哪里不可以发挥才智 而偏要向这一道窄门里面 请英雄 在官场中增盛呢 所以我也都直接了当地 告诉他听 现在的我才是真正在事业上努力 在前途上用功 我不但没有意志消沉 应该说是更积极了 从前的我 是糊涂地跟着人去打运 向名利场中找饭吃 以为高官显慧就是事业 现在才知道完全错了 外国的不说啊 就我国五千多年来 高官厚禄的人 何止以千万计啊 他们的事业是什么呢 他们的成就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能够知道 多少个这些人的姓名呢 可见真正的事业 不一定在富贵墙中 其实创造事业的途径 多得狠 我现在走的这一条路 就是最好的途径之一 不怕争夺 没有风险 只是在于成就的大小 但是就缺不会一败涂地 终然不能够理人 但是至少都不会选己 真正是尽可以成就万世工业 价位于天下后世 即使退一万步港 至少都可以独善其身 为人类社会 减少几许纷争 我们能够说 这样是浪费时间 走向消沉吗 我这一位旧同学 不懂佛法 不过是一般的世俗见解 不足为怪 但是每件佛学同道中 都有不少人抱着这种观念 以为学佛 是退隐山林以后的事 将学佛 当成是老年消闲的勾当 是信佛的人多 学佛的人少 这样的想法 真是大错特错了 一般人的见解 总以为学佛 是事业的半脚石 因为他们观念错误 以为学佛 不过是证经礼拜 打坐念佛 而又将事业 看成是升官发财 增名逐利 如果真是这样 学佛和事业 自然是难得兼顾 其实呢 根本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先不讲理论 就让我提出几位 有辉煌事业成就 而又是佛学的行者 来做证明 证明学佛 确不会妨碍事业的发展 唐太宗李世文 不知道他的人 大概好少了 他君临天下 文字武功 圣极一时 他的精官之治 至今认为 史家所清重 可以说是三代以后 数一数二的明君 但是他却是一位蝎像 不信 只要看看他 和当时一些蝎客的问题 就可以证明 他不是一位犯犯的信佛者 另一位女文正宫 可说是真正的佛法家庭 却也数代公卿 至于原装大师 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 更加是古今一人 其他的 例如刘蝎 白乐天 黄摩吉 谢灵魂等先言 他们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 更加是学于佛士了 我们从来不辨说明 他们的成就 是得力于学佛 但是至少可以证明 学佛决不会妨碍事业 这样的例子很多 实在值得我们去思量的 什么是事业呢 事业应该是有功于天下后世 造福于人类社会 而缺不是为自己争得功名利禄 美妾娇妻 大夏连云 梁田万瓶 梁田万瓶 真正不纽的事业 是为人而不是为己的 所以 有志于创造牵天的大事业 必先去除私欲 而心存公道 去得一分私欲 才可以成就一分事工 学佛 就是去私欲 而显真性 礼佛众经 不过是方法之一 而不是目的 因为方法 多自不可计数 能够配合自己事业的发展 选择适当的收学法门 自然可以相辅相成 从前有个铁匠 他每日叮当叮当地打铁 他将每一声打铁的叮当声 当成是一声佛号 如此不但忘记了辛苦 居然还成就了念佛三味 谁说学佛会妨碍事业呢 出世之道 即在涉世之中 不必绝人以逃世 了心之功 即在尽心之内 不必绝欲以灰心 如果懂得这个道理 就可以知道 学佛和事业 是一件事 而不是两件事 学佛可以原容 无碍事业 我们顾不必为学佛 而放弃事业 也不必等到成功以后 再来修行 尤其不必一定要在观幻之路上增仙 学佛的天地很遥阔 无论是农工商 百艺分层 各样都可以使人 各样都可以使人成就事业 先言说 路径窄处 留一步与人行 滋味浓的 让三分与人食 此事涉世一极落法 观幻的路向来都是窄的 何妨让被人走呢 有志于创造事业的同徒 总可以另找途径 总可以学佛和事业并进 而不必等到老来 才来修行 如果要等到明成利就 才想起要学佛的时候 恐怕那位黑面炎黄老子 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再来修行